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日的青組球會友誼賽友好戲上演 到時由曼城對陣AC米蘭 彼此都各自聯賽鴻門 雙方的實力都不可輕視 不過兩隊近期狀態都未如理想 鑑於本場比賽的勝則是跪前熱身 只是練兵 磨合以及調整狀態 雙方金像最終握手而和的可能性較高 在上賽季奪冠後 曼城成為英超歷史唯一一支達成四連貫的隊伍 能夠完成這項的委業 與其心口的班底物不可分 藍月亮是當下英超球隊中身價最高的隊伍 艾琳夏蘭特、菲爾科頓和諾迪虛蘭迪斯等 多人都是極具個人能力的球員 但正所謂馬有失題 人有失足 就算強如曼城都有失意的比賽 上場有儀賽面對蘇蕭球隊赛露迪 幾隊在進攻方面表現不錯 對內艾琳夏蘭特和奧斯卡波寶等人都有入球 尤其後者 該場比賽的三個入球 都與這位挪威小將有關 奧斯卡波寶貢獻了一球和兩次的助攻 承言曼城進攻依舊厲害 但無奈球隊防守演出令人失望 其後防線被對手輕易凍穿 曼城最終3比4落敗 這樣的防守狀態確實難令人滿意 曼城需要及時做好調整才能與A.C.抗衡 而在另一邊 A.C.是二甲奪貫次數第三多的隊伍 球隊的實力同樣不可輕視 不過就近方言而A.C.和上述曼城半斤八兩 球隊上仗是1比1戰和維也納迅速 之前還有一場2比5不敵亡馬的慘敗 過去兩場友誼賽坤未常勝職 停機的狀態難有保障 A.C.雖然每場都能穩定有入球 但可惜都因防守不穩從而導致幾隊一勝難球 理好的是距離新賽季開始環有一段時間 A.C.常有對證下藥的機會 和曼城的友誼賽就是一次不錯的練兵 相信A.C.今仗不會輕而言敗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看見 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